张宋淑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省着省着总有窟窿等着 人生无常嘛 对不对 我们总是说无常跟明天 不知道哪个会先到 那说实在的 很多人请柬赚钱守财 其实也就是万一 有怎么回事出来 尤其你刚刚讲 以前逃难习惯的那些人 黄金金链 为什么 就是以防万一 所以我们看财博公来 讲我刚才看了 我才发觉景文这个财博公 原来是有七煞的 你看你的对宫 是不是就是一颗七煞 有没有 对 对宫就有个七煞 虽然七煞情阳 你只中一半 你本身 你刚刚讲那些窟窿 其实就是你自己 也要去付钱的 对不对 所以七煞情阳 就是常常会出现 意外的状况 真的 完全没有在计划里的 真的 像我好不容易 有一笔钱进来 对 就是总是都会有 因为我爸七十二岁了 他怎么可能负担这几百万 对 我妈七十岁了怎么可能 那我第一号 我没有 他们都有小孩 我没有小孩 所以当然我也愿意扛起来 只是我觉得这费用太 我觉得对方要求的费用太离谱了 对 真的太离谱了 对啊 但是这种事发生了以后 对他来看也不行 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七煞情阳 这种意外状态 有时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时候发生在家人身上 可不管怎么样 这种事一发生了 说实在的只能往前看 是啊 是啊 这没有别的办法了 对 但是再来一个 当然就是小心为上 是 第二个是巨门加陀螺 刚刚我们才说了 如中你对公就一颗巨门 对不对 但你也是中一半 你没有陀螺 巨门加上陀螺 他的意外状态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往往会被熟人所骗 尤其是熟人怂恿投资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是认识甚至信任的人 然后往往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就不宜有他 所以有巨门加陀螺两颗心的朋友 越是熟人反而越要稍微小心 多想一想 对陌生人没事 熟人反而麻烦 尤其是有时候是拒绝不了 不好意思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点 再来第一个 破均地结 这两颗都落到财伯宫的朋友 我们都常开玩笑说 财伯宫有一颗破均 等于向口袋破一个洞 买东西很随性 平常很省很省很省 对不对 一逛个街 哇 看到一个东西 买下去回家才发觉 根本用不着 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发生这种状况 想买而买 对 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那个销售很厉害 是 对不对 说大姐 哇你好漂亮 穿上这个简直如何 头就晕了 所以破均地结 常回家 如果是女生被老公骂的 这个机会也特别大 原因也在这 所以我们常说 如果以这个破均地结来讲 他就说 我平常省小钱就是为了要花这笔大钱的嘛 所以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了 我平常省小钱就是为了要花这笔大钱的